小秘语路,减肥成功之前,就是黎明前的黑暗,人世间最痛苦的事,不是那个本音里珍惜的人站在你面前,而你却没有说出我爱你那三个字,而是,减肥,减肥是一条漫长的路,长到看不见尽头,每天短练那么累,恨不得吞下一头牛,却不得不躲避开美食,在角落里吃着水煮青菜,那场景是何等的凄凉, 可以说,减肥成功之间,就是黎明前的漫漫长夜,充满着黑暗,可是,既然减肥那么痛苦,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想要减肥,而且最终获得成功呢?减肥不只是让你变瘦变美,它其实真的会让你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首先,随着体重的下降,你会发现自身的能量,比以前越来越大,爬楼梯,或者追赶一只狗时,不再像以前那样气喘吁吁,比狗还喘 第二,随着你的身材越来越纤细,人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每个女人都渴望美好的身材,研究表明,肥胖的女性调之普通女性,更容易产生自卑,甚至是抑郁的心理,而减肥可以帮你摆脱自信心不足的状况,当你充满自信,你会越来越认可自我, 这会对你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 第三,减肥让你更加健康 肥胖人士离坏糖尿病,心脏病的机会,比普通身材的人大很多 减肥不但能让人减少患以上疾病的机会,还会离三高更远一点 如果你觉得大量流汗的运动,那现阶段的女无法适应,不如先从瑜伽开始 瑜伽在素性方面,可视出了名的有效,还等什么,现在就开始练习吧 一,以战律式开始,双脚并起,双臂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二,将重心一致右脚,吸气,慢去左膝,抬左腿,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 三,同时,身体前轻,双臂抬起向后,用双手抓住左脚尖 四,紧胸,收紧小腹,保持平衡,然后换力侧练习,以柜子开始 双腿并起,双臂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二,吸气,身体向前下压,直到头顶抵住地面 三,双手手掌摆地,两手肩的距离于肩筒宽,双手弯曲 四,吸气,重心一致双手和头部,抬起双腿 直到伸起,宽关节与地面垂直 五,两腿保持弯曲,先后打开,脚尖绷直 一,衣柜子开始,双腿并起,双臂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二,吸气,身体向前下压,提前准备好女家砖 抵在胸部上方的位置,头部抬起,下巴抵住地面 三,双手手掌摆地,两手肩的距离于肩筒宽,双肘弯曲,肩部递出于夹砖 四,吸气,重心前移,抬起双腿,直到整个身体与地面垂直 五,双腿用力伸直,脚尖绷直,腹部和臀部收紧,衣柜子开始 双腿并起,双臂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二,用腿向前,使它腿与地面平行 脚尖着臂 三,左腿尽量向后伸 四,双臂抬起,掌心相对 五,吸气,身体向后,抬头,感受颈部,胸部,腹部的拉伸 然后画立侧练习 一,握在地板上,双腿向前伸直 双臂自然放在身体两侧 二,收回右腿,将右脚跟靠近大腿根部 三,抬起左腿,尽量让左腿贴近身体 四,右手抓住左脚,左手向上抓住右脚 然后画立侧练习 在减肥期间,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是多喝水,水能促进人体新产代谢 有利于排除体内毒素,也能包住降低食欲减少热量摄入 其次是避免熬夜,睡眠不足会降低人体新产代谢的速度 随之而来的就是体内脂肪消耗减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科学饮食 进食要合理安排,而不是一味的上市 尤其是不能不吃碳水化合物 这样会影响内分泌 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果和优质蛋白质 一定能帮你的减肥起到吃饭功倍的效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